好,各位早晨,我们今天是感恩节的周日,我们是感谢神,给我们有各样的恩典,我们的崇拜,开始请各位一同起立,让我们有一段蜜土的时间。 诗篇第九十五篇第一节至第三节,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盆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 请各位低头讨告,请我的父神,全能的君王,在这个感恩节的期间里面到,我们要数算你给我们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发觉我们自己是,实在是蒙恩的人,因为你赐给我们的恩典,好似海边的沙那么多,好似天上的星星,数字不尽, 是圆圆不绝的恩典,从今生,数算直到永生。 圆圆不绝的恩典,我们受到最大的恩典,就是你拣选我们这些半翼的人,作为你的儿女。 圆圆不绝的恩典,让我们不仅在今生能够享受这个喜乐,还可以永生享受你赐给我们的永恒福分。 圆圆不绝的恩典,唯有上个主恩典的人,才会明白这一切。 主,我们赞美你,让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的崇拜是得到越纳。 我们祷告奉乃主基督生命而求,阿门。 好,我们唱第一首的诗,耶稣奇妙的救恩。 耶稣奇妙的救恩。 耶稣奇妙的救恩。 预夺责处。 主,耶稣奇妙我为的救恩。 十个波涕菌云大海药,奇妙的救恩。 足够我水腱,足够我水腱。 闊过一生所幸的过范, 带过我一切最烏齿齿, 我要请让主圣灵 我要珍贵主圣灵 耶稣奇妙的救人 想到失贪之人 这救人我穿得泻 并请救我灵魂 主为我解脱困惑 是我的着食物 耶稣奇妙的救人 是我的拯救 主耶稣奇妙魔味的救人 神我波涂冠冠带海洋 奇妙救人 足够我水荣 足够我水荣 阔过一生所行的过法 大和一切最无情情 我要请让主圣灵 我要珍贵主圣灵 请坐 第二首感恩的歌是欢恩 我们唱两次 欢恩 欢迎 心里感谢神歌唱 话是与幸福赞颂 你此下此爱独生的爱之欢迎 心里感谢神歌唱 话是与幸福赞颂 你此下此爱独生的爱之 今天心中刚强无惧怕 主的风城门一生 既然主守成为我献心人 今天心中刚强无惧怕 主的风城门一生 既然主守成为我献心人 欢迎 心里感谢神歌唱 你此下此爱独生的爱之欢迎 心里感谢神歌唱 优优独生的爱独生的爱之欢迎 今天心中刚强无惧怕 主的风城门一生 主的风城门一生 既然主守成为我献心人 今天三中刚强无惧怕 主的风城门一生 既然主守成为我献心人 今天 下一首的诗是最好的福气 主的风城门一生 愿我的心 赞颂我的存 愿唱出赞美感恩的怀疑 在你人天中 几多的好处 正早到晚上也未停住 藏在你将我的人物处 河上一生尽力爱住 也许一生多困苦 被世间撇弃恨户 但你中看顾 乐意参赴 寿门盖变作欢呼 人海中多分暗迷糊 但我的心始终堅固 偷靠你 偷靠你 人天福福 愿我的心 赞颂我的罪 愿我的心 愿我的心 愿冲出赞美感恩的怀疑 在你恩典中 多少的好处 清早到晚上也未停住 藏在你掌握的人物处 我上一心尽力爱住 也许一生多群腹 被食眼撇起恨乎 但你中看顾 乐意参赴 寿门盖腾变作欢呼 人海中多分了迷惑 但我的心始终建固 投靠你 便我恩典放负 也许能终感同悲 甚至失去了力气 让我抓紧你 烟烟的手臂 背着我再振致高飞 人海中颠簸留你 但你应许不捨不弃 投靠你 别追求福气 全力有着你 才令这生极美 最后是我们的回应 耶和华是我们的依靠 每天引导我路程 随时让我心声擦 我祷告他世听 面对处处满步 挑战困惑 靠你抹去心境怕 就算碰到挫折 就算碰到挫折 失去方向 由你教制我偏差 耶和华是我们的依靠 主人为日生足够 全然让我心败上 献出我所有 耶和华是我们的依靠 每天引导我路程 随时让我心声擦 我祷告他世听 面对处处满步 挑战困惑 靠你抹去心境怕 就算碰到挫折 失去方向 有你教制我偏差 耶和华是我们的依靠 主人为日生足够 全然让我心败上 献出我所有 就算碰到挫折 将时间交给牧师 感恩节来到歌颂赞美 感谢神来到敬拜 但是也有一些哀伤的消息 在星期五 刚刚过去的星期五 梁国飞霞 Angelina 她在疗养院过了身 或者不是每个都认识梁太 因为她来了这间教会二十多年 但是在过去十年 因为身体的缘故 她不可以来参加 所以未必每个都认识到她 但是她和她丈夫 都是我们教会里面的 一切的弟兄姊妹 梁太过了身之后 她丈夫仍然都在 在这个老人院里面来住 都为她一家 来大家继续来代求 Angelina的孙女 是我们其中一位的宣教士 Christos Jane Child 她也是我们关心的支持的宣教士 请大家都是为她一家来代祷 我们一起祈祷 神啊 我们都是带着感恩的心 首先来到你面前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的缘故 你爱我们的缘故 你呼召了我们 叫我们能够认识到你 我们有机会从亲人 从朋友的口中 能够认识到耶稣基督 或者你对于我们的呼召 是很偶然的机会 但是神是你竟然眷顾我们 叫我们认识到你 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改变 因为心里面的一个很大的空位 是因为你的缘故 我们是得到填满 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盼望 我们生命里面有能力 去面对我们每一天 都是因为你的缘故 求你教导我们的渴望 是以你为中心 我们的渴望 唯有你才可以满足 就在这个感恩节 教导我们去数算 你给我们生命里面 每一个的恩典和益处 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家人 我们感谢你在家人里面 我们能够学习怎么去爱 我们懂得怎么去接受爱 也懂得怎么去思出爱 这种是很特别的关系 我们也祈求你帮助我们 当我们不能够首先爱我们自己的家人的时候 神啊 求你遥暑 求你让我们能够明白你对我们的爱 而用同样的爱去爱我们的家人 神啊 我们也是感谢你 你在生命里面不单是教导我们去爱 你都给我们生命里面每一日生命里面的信心 来度过每一日的生活 我们相信你给我们是有每一日足够的能力 有足够的恩典来度过 我们相信你有无比的福分 这种不是物质的福分 或者健康里面的福分 而是一个属天的品格 是赐给我们的福分 这些福分和你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美好的东西 是借助我们能够去叫在我们周围的人得到福气 因为你的福分不单是给我们 也给了在我们周围隔离的人 叫他们也都享受到从里里面所赐的恩典 实际上我们也都为到Angelina的一家来祈求 实际上梁先生仍然都在这个疗养院里面来居住 失去他的太太 我们明白这个伤心和孤独 神啊求你就是安慰他的心灵 让他在这个艰难的时候 有着家人的所有的关怀 有着每一个弟兄姊妹为着他的代求 神啊求你就是支持 就是支持 刚强他 叫他在主里面有这个平安 在伤痛里面 他能够想起 神在过往生命里面所赐的一切福气 在伤痛里面 让他的失落是来到被你的满足来到填满 神啊我们唯有祈求这种的怜悯 医治特的恩典 扶起他来到帮助他 神啊我们也都是为着我们的教会里面 有不同的福音小组来到代求 我们继续为到能够将你的福音 可以和人分享 来祈求你给我们这种的爱和生命的见证 神啊求你首先让我们的生命 是活出你所赐的平安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无论是遇到几大的波折 有几大的困难 你的确让我们有超人出人意外的平安 就是让我们能够将这种平安 带给需要听到平安福音的人 想将人一个在生命里面有疑惑的时候 神啊求你就是让我们可以借住你的福音 能够将生命里面的平安 能够将生命里面的平安带给他们 神啊我们祈求你去帮助我们 能够也都在生活里面紧紧地跟随你 我们祈求不单止是在这个感恩节 多说感恩的说话赞颂的说话 而是更加在我们每一日的生命里面 来多说一些赞颂 赞美你的说话 感恩你的说话 你让我们藉着这样的赞美和祷告 我们更加认识你 更加明白你 以配受所有的青产 我们也都为到今天我们感恩节的讯息来祈求 神啊我们虽然见到有不同的生命里面 不同的遭遇 但是你的说话是有果效的 我们为着你的说话来到直接的影响我们的生命 来到代求 神啊求你使用廖牧师在圣经里面 跟我们分享你道理的真实 能够让我们藉着你的说话 来到得到做人的智慧 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明求 今天廖牧师跟我们分享 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连述人是有福的 可能没有这个slide 大家留心来到听神的说话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好高兴再次回来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今天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是说到连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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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 话语是藉着无用的效果出来 能够对弟兄姊妹在宿灵方面有帮助 主啊我们每一个都是罪人 我们那时都是得罪了你 而我们是犯了罪 不知道是做错了 求主联敏 求主帮助我们 给我们在生活上有好见证 晓得怎样将你的话语和别人分享 以致其他人都有机会听到你的话语 并且接受你生命做个人救主 主啊愿你的灵运行在这个灶会当中 祷告托乃奉主耶稣基督命而靠阿们 很多人说什么是连述 当主耶稣讲到这八福的时候 他第五个福就是说到 连述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会被连述 连述不是说可连 连连述不是说施舍这么简单 连连不是说啊你这么惨 我给你一些东西 以前 我参加了一个教会 开一个外国新的会议 因为我在美国也是一个国外学生 所以我很多时候参加一些教会有不同的国外学生的聚会 所以我参加 其中我参加这个聚会的时候 有一个日本人站着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们日本人当中 很少相信基督教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对外国的宣教士那种心态 就是他们觉得 你没事吗 我现在来帮你 来施舍你 来教导你 应该怎么做 他说我们对外国的宣教士那种心态 是非常之反感 你不懂我教你 我可怜你 我们极之反感 我情愿没有 我都不会去求人帮助我 当耶稣基督讲到连述的 不是说可怜 不是说施舍 不是说高高在上 我现在我有我去教你 你不懂英文吗 我现在来去 可怜你去教你讲英文 希列文这个连述这个字 是来自希伯来文 希伯来文的字 翻译出来是非常难翻译的 叫Kesed C-H-E-S-E-D 英文翻译出来就是 Merciful Kindness 有时说Mercy 这个字很深 让我们用一个例子来形容它 譬如你坐一辆车 当你坐车的时候 司机杀制 你很自然的脚 你好像踩个brake那样 一同流杀制 这个是代入的心态 连述的意思就是说 你完全投入去 英文的字就是sympathy的字 sympathy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 sympathy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有两个希列文 讲到这个sympathy 希列文的字 sympathy就是soon pathos soon字S-O-O-N 就是同在一起 pathos的字就是feeling 就是你感受 跟他一样的感受 跟他一样的feeling 同情 同情是完全是代入别人的感受 感受他什么 感受他喜乐 感受他的痛苦 感受他的悲哀 感受他的恐惧 今天或者我们已经失去了 一个的代入感 在我们生命当中 或者我们作为基督徒 只是作为一个可怜 因为这么惨 我可怜一下他 但是往往我们这样做 令到很多人很反感 有一个弟兄 有一天他过Bay Bridge 过Bay Bridge的时候 前面的车死了火 后面很多车排着在这里 来准备过Bay Bridge的桥 有些人就出去帮这辆车 来推一辆车 希望他推得肉 他做完之后 下车 那个司机 那辆车死火的司机就给十元 那个弟兄 他说十元够了吗 你帮了我 那个弟兄说 他说我不需要钱 不过我看见到你这辆车 你车动不了 所以我帮你推一推 很多时候有很多人 这样做的心态 是去帮助人 但是圣经所说的连述 不是这样的连述 圣经所说的连述 是要跟受苦的人 一同受苦 跟喜乐的人 一同喜乐 在罗马书第十二章 第五节保罗话 十五节话 他说与喜乐的人同乐 与爱哭的人同哭 我觉得全世界上 最痛苦的是什么呢 最痛苦的是 看到你自己 在受苦 或者受肉体的苦的时候 世界上最痛苦的是 看到你所爱的人 在那儿受苦 那种苦楚是代入的苦楚 就是圣经所说的连述 这两个字 有一个牧师住在三藩市 他姐姐第一次怀孕的时候 得到小产 后来这个师母 自己又有小产 这个牧师收到他弟弟 在香港寄封信来 怎样跟他哥哥说呢 他说你们住在三藩市 真的不幸 三藩市这么多高山 上山落山 嫂子时不时要上山落山 不小心就落了胎去 这个哥哥 牧师听到之后 他非常愤怒 他说若果世界上 这么容易落胎 还哪里需要讨论到 做堕胎这件事呢 若一个好人 想不想要一个小龙哥 他只不过行山上山 落了个胎就算了 用什么做堕胎呢 没有了连树的心 一个人没有连述的心是非常残忍 因为他没有同情 或者今天有很多基督徒的关系 或者都有这个真理 或者他会饥渴无疑这个人 但是他没有连述这个心在他生命当中 连述的人有什么后果呢 最低限度有几样东西 当你连述的第一件事 你不会爱错了别人 一个有心思的爱 是他不会爱错别人 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 他未上十字架之前 马大和马利亚的家 马大很忙碌在厨房来煮东西 他见到马利亚坐在那听耶稣基督来讲神的话语 马大非常生气 他就跟他的妹妹说 为什么你不进来厨房帮我呢 马大没错 他很爱耶稣 但是他不体谅到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 他需要安静 他不是需要食物或者忙碌 今天很多人因为没有了这个投入感 没有连述的感 所以我们做很多事是没有了智慧 可能他们需要安静的时候 我们就给他们很多压力 或者他们很多弟兄姊妹 是需要一样东西 而我们给另外一样东西 一个真正连述的人 他不会像马大那样 他会看到主耶稣 他就来想十字架 需要的是什么 一个不连述的人 是成为一个非常非常残忍的人 第二样东西 一个连述的人 他不会去审判别人 他不会和人争执 他会懂得如何去宽恕 懂得如何去体谅 懂得如何去接纳 一个连述的人 当他投入了人家的感受的时候 他会宽恕很多 他会体谅很多 他会接纳很多 以前有一间教会 有个姊妹 她有个亲戚 害得她的家庭非常之惨 但这个亲戚突然间病了 病得很紧要 这个姊妹就觉得 我自己是个基督徒 我有一些连述的心 他就打电话 去问候亲戚 当他拨过电话的时候 他心里就想 我亲戚会不会说 你好像猫哭老鼠 假持悲励地问候我 所以他打完库码 又收下电话 然后良心发现 又把这个电话打几次 最后他顾起勇气 他打电话去问候对方 当他打电话放下之后 他心都舒服了 他打电话问候对方之后 他的电话怎么做呢 他向对方来传福音 他心里面就舒服了 并且在这个电话里面 带了对方 那个有病的人 认识神 一个能够体现到人 懂得如何去宽容 懂得如何去接纳 今天我们有没有一个宽容的心 连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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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生因為客店沒有地方給他住 他住一個貧窮的家庭 他最後被釘十字架 是一個最痛苦的經歷 為甚麼? 為了他要成為你和我的羊織 以至可以連述你和我都能夠接受他 是生命做愛國人救主 希伯萊書第五章說到 他要成為我們的大祭司 他就是耶穌基督 能夠體諒你和我的需要 弟兄姊妹 連述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蒙連述 耶穌基督就是這個連述 他自己成為人的樣式 來拯救你和我 我們人本身 是不是有一個連述呢? 正如耶穌基督連述我們一樣 2004年 當我2001年我就在這個教會就提早退休 我1978年開始在這個教會事逢 至到2001年 當我55歲的時候我就提早退休 我就覺得神要帶領我離開教會木會 就跑到全世界做宣教 有多一點機會 reach out 到全世界不同的地方 所以2004年我就去了英國在一間神學院教一些神學的課程 當我英國在一個基督教華僑報道會 那裡認識 那裡有個姊妹叫Kitty Kitty有一天走來跟我說她是一個神學院的學生 Kitty走來跟我說她是聶牧師 我是生長在金山國 即是在緬甸那裡專門賣毒的地方 她說我在那裡生長 她說我在金山國昆沙那裡 手下那裡是最多毒運去法國的 她說我在那裡認識了一個人 我就跟我丈夫結了婚 但是發現我丈夫是專門賣毒去法國 所以後來我就跟她離婚 離婚之後我做什麼呢 我就在賭場那裡開一間麻雀館 那時候Kitty還沒有信耶穌 她在法國開個打麻雀館來抽水 然後租給中國人 但是被警察拘捕了 因為她一個中國人租的地方不單只是打麻雀 還是做賣淫的做prostitution Kitty就是說她說我坐牢兩年半在法國 現在她說我要回到巴黎那裡 上法庭打官司 她說我自己在倫敦 透過福音界賭這個工作給我認識了神 她說我就是在倫敦做義工 我就看到連述體諒到賭徒沒有能力跳出一個圈子 她說我以前是做賭博的 我現在要反過來把這個福音傳給所有在歐洲賭博的華人認識 神的愛 Gladys Elwood 中文叫做艾華特這個姊妹 Gladys Elwood 很小的時候 她就知道英國很少有太陽的 因為時不時陰天又冬 但是她有太陽的時候 她專門走在太陽很曬的地方 她爸爸媽媽就跟她說 女兒 為什麼你走到這麼熱的地方 她說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我知道將來神要用我去的地方是很熱的 我現在要適應了那個熱度 我將來我可以去到很熱的地方來侍奉神 當她1922年 Gladys Elwood 單獨自一個女人 來到中國做宣教士 她去到中國山西的省陽城那裡 遇到什麼 遇到一個74歲的宣教士 叫做Mrs. Jeannie Lawson 兩個人就租了一間很舊的很破爛的房屋 她裝修為客棧 就叫做八幅客棧 就是 講到天國八幅的意思 1932年 Mrs. Jeannie Lawson從高的地方掉下來 因為病 因為跌傷得很厲害 她就去世 死了 所以這個Gladys Elwood這個姊妹 自己一個人 那時候1937年 日本就侵略中國 Gladys Elwood一個女人 大約八十三個孤兒 中國的孤兒走南 走幾遠呢 三百二十里 去到西安省那裡 她在那裡 神就帶領她開了一個孤兒院 來繼續收納很多孤兒 在1961年 我在澳洲長大 1959年我家搬去澳洲 我1961年在教會 我們教會請這個Gladys Elwood 來到教會分享她自己的見證 我非常感動 完了之後我就走過去 我自己介紹給這個姊妹知道我是誰 那時候我一個中學生 我說你的見證很感動我 我很感動 因為她有個連率的心 一個世人完全不懂得說中文 從英國走到中國 來到將這個福音傳給我們中國人 當你看到八福的訊息的時候 第一節至第四節是說什麼呢 第一節至第四節是說到 門徒如何領受神的恩典 但是第五招第八節的內容 是說到門徒接受了這些恩典之後 如何向神回應這些恩典 願意出去來都去服侍別人 有人說神給我們兩隻手 一隻手用來領受 另一隻手去付出 去服侍別人 要享受真正的福 我們必須注意這兩方面的平衡 神給我們活著 要我們享受祂所給我們的恩典 我們不要用我的恩典 不僅用你的恩賜去侍奉神 要用你的恩典去侍奉神 學習用你的恩典去侍奉神 不要將神的恩典留在侍奉當中 要將你從神所領受的恩典 湧流出去 使得更多更多人去認識你 我自從離開這個教會之後 2001年 我就開始走上這個宣教的工場 跑到世界不同的地方 我沒有任何機構來支持我 我只是靠著神的恩典給我們足夠 我就跑到英國 跑到去中國 我首先離開這個教會之後 我入了中國 三個月住在北京 就學了國語 學了國語之後我就覺得 如果我不懂國語 我跑去其他地方做宣教 是很吃虧 因為只會說廣東話不夠 所以我學完國語之後 我就跑到世界不同的地方 跑到很多山卡拉的地方 在南太平洋 Vanauatu Numia 很多的島 南太平洋島 你有沒有聽過 但是福音還沒傳到去 但是神就為我 透過澳洲一個機構 給我安排我 去到這些山卡拉的島 那裡來接觸中國人 將這些福音傳過去 去到這些島是沒有教會 但是他們有家庭聚會 所以我要在不同的島 那裡住幾個禮拜 來到跟他們查經 跟他們帶他們 怎樣去傳福音 後來我再回到島的時候 有幾個島的弟兄姊妹 自己開了教會 我沒有回到南太平洋島 已經一段時間 但是我依然跟這些弟兄姊妹 有書信的來往 我又看到神給我很多恩典 我又自己問 神啊 你給我這麼多恩典 我應該怎樣去回應你 所給我的恩典呢 神給我從他手上 接受的恩典 主要的目的 是要伸展出去 世界不同的地方 向花外自己中國人 將這個福音傳給我們自己的民族聽 嘗試完全將自己投入別人的感受 感受什麼 感受他們的喜樂 感受他們的痛苦 感受他們的悲哀 感受他們的恐懼 一個連續的人 你就會投入別人的感受 你會認識到 怎麼去寬容 你懂得怎麼去體諒 懂得怎麼去接納 在羅馬看詩篇116篇 詩人說 我拿什麼報答 耶和華向我所賜一切的喉嚨 我要舉起這個救恩的杯 清耶和華 我的名 我想大家很熟悉一首歌 可能你很喜歡 就是《奇異恩典》 《Amazing Grace》 《奇異恩典》 我們雖然會唱這首歌 但你知不知道這首歌的背景是怎麼來的 這首歌是1725年 在英國18世紀 有個小孩叫John Newton 他在一個小鎮 他出生 當這個小孩很小的時候 母親就每天都為兒子祈禱 希望這個兒子一生全職來侍奉 做牧師來侍奉神 當他七歲的時候 他媽媽就死了 爸爸再結婚 十歲他跟爸爸行選 做水手 他就學了很多壞的事 因為做水手放蕩他們的事情 在情慾方面 賭、嫖、博、陷、陷、什麼壞事都做過 之後三個月 他就學習追求真理 但沒有人教他 他就很快就打回原形 後來 他自己成為一個黑龍 在非洲被賣出去做白龍 鬧出了事 他爸爸聽到這個不好的消息 就派人去贖兒子回來 在非洲當他父親坐船去英國 船沉沉了 兒子在那裏 他們大聲救 他說神啊 求你拯救我 三十九歲 這個青年人 他在聖工會就做牧師 直到八十二歲才離開世界 當他還沒死之前 他就寫了這個詩歌 Amazing Grace 他還沒死之前 他說他樓下幾句說話 他說我記憶幾乎完全消失了 唯一一件事我能夠記得就是 我以前一個大罪人 耶穌基督成為我的救主 拯救了我 兄弟兄姊妹 當我們看馬太福音這個八福 第一至第四個福 是說到門徒如何領受神的恩典 第五至到第八個福 是說到門徒如何回應神的恩典 願意去服侍別人 今天我們說到連率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蒙連率 我們就看到神給我們很多恩典 但是我對神的恩典 應該怎樣去回應呢 這個就是神說 廖威尼 你要繼續不僅在教會事奉 你要reach out出去 世界不同的地方 去有懷孕的地方 嘗試將完全透入別人的感受 感受他的喜樂 感受他的痛苦 感受他們的悲哀 感受他們的恐懼 來將福音傳說出去 所以2001年我跑到全世界 我只是坐飛機 直到今天坐了140萬米 飛了很多次 但是每一次出去都看到神 透過我將這個福音傳給很多未認識的人 當我在英國做宣教的時候 英國很有趣 多數都是向那些做餐廳的徐師 站桌來傳福音 他們有茶經班 茶經班不是下午聚會 是晚上收工 十二點鐘才聚會 一點鐘聚會 十二點鐘才下班 下班後大家開車去一個餐廳 一個很長的桌子 有二十多三十人聚會 所以我一個星期在那裡 每晚他們下班 我就在那間餐館 跟他們去茶經 跟他們傳福音 他們說要牧師 他說我們住在英國這些小的陣 從來沒有中國牧師來探望我們 我們從來沒有聽過什麼是愛 沒有聽過福音 他說今晚第一次聽到 他說你繼續來探望我們 所以過去這二十年 我跑不單止在英國 我跑中國 在不同的省那裡傳福音 我又做福音戒讀 因為我自己以前是一個藥仔師 所以我就對藥物有些認識 神帶領我認識了香港的神器會 我就回去香港 去神器會那裡來到侍奉 神器會他們很多年前 有個陳保羅牧師 他就有個異象 就是要向這些吸毒者 在香港很多人吃白粉 賭博又傳福音 他在深水堡開了一間小教堂 陳牧師本來在美國長大 神就呼召陳牧師回香港 來到去牧會 放他在深水堡 在深水堡在那裡有很多吸毒的人 陳牧師就向他們傳福音 他就後來開了這個神器會 在福音戒讀 所有的戒讀的人 吸毒的人 如果他願意戒讀 陳牧師很歡迎他們來個教會 教會接納他們在這裡住幾個禮拜 頭那七天他們是典人 很辛苦 沒有毒藥給他們吃 沒有得吸毒 但是過了七天之後 直接討過他們很多人 慢慢就甩掉了這條人 所以陳牧師就開了這個神器會福音戒讀工作 當我在這個教會侍奉的時候 我有機會認識了陳牧師 我說陳牧師 我可不可以回來香港 來探望你們神器會呢 他說 廖牧師可以 所以我就自己在這裡放 一年有兩三個禮拜假 我就用假期回香港特別去神器道 那裡來侍奉 哇 我每晚坐在這個神器道 我不用怎樣做什麼 只是聽弟兄 他們分享他們怎樣吸毒 怎樣解毒 神怎樣使用他們 每一個的見證非常非常之感動 過去這十幾年 我就不停在香港神器會 後來我們在過去這幾年 我們在美國 在整灣區開了一個神器會 去福音解讀 我們幾年前 在Gilroy買了一個大的farm 大約五個五畝地的farm 來到去做福音解讀 因為Gilroy離開這裡都幾遠 現在我年紀大了 開車不敢開這麼遠 所以我就沒有做這麼多福音解讀 但我跑返全世界去到很山坑的地方 找到那些中國人 要是吸毒 要是賭博 他就專門向那些人 將福音傳出去 未來日子 我今年七十六歲 我不知道神要我做多少 但我覺得我繼續 去將這個福音傳播出去 因為神給我有這個 認識了他 我要將這個福音 繼續傳播出去 一個連續的人 去投入別人的感受 感受他的寬容 懂得去體諒 懂得去接納 詩人說 我拿什麼去報答神所給我恩賜 我要舉起這個救恩的杯 清陽而和華的名 最後我想介紹一首歌給大家 我希望大家會熟悉 這首歌叫做《我心靈得安寧》 這首歌的背景是說到 這首歌的背後這個作者 在1873年 對不起 1873年11月 有一隻法國的豪華的郵輪 就離開了紐約的港口 有一個女人 叫做Mrs. Spafford 她帶了四個子女 從芝加哥去到楚船去英國 在1873年12月22日 凌晨2點鐘 在一個平靜的大海裡 一個大的英國的鐵船 鐵船撞了 兩個小時之內 有226個生命 就沉沒了在這個大西洋海裡 其中受害者就是 Mrs. Spafford 四個子女 九日之後 Mrs. Spafford 她四個子女死了 但是Mrs. Spafford 自己沒有死 她就從威爾斯 即威爾斯 打電報給她的丈夫 她只是兩個字 Save alone 即是單獨得救 當她丈夫收到這個電報 她立刻就回電 她說 當我要付出一些代價時候 我甚高興 因為我能夠信靠主 她立刻就坐一條郵輪 經過大西洋 跟她太太相聚 在那裡同一條線 在1873年12月 船主就請Mrs. Spafford 去到她自己的房裡 就跟她說 她說 Spafford先生 她說 我相信我們現在所經過的地方 是你太太的船 沉沒的地方 當晚Mrs. Spafford 她分不著教 在人生最低沉的時候 她就寫了五節的思覺 我心靈得安靈 就是It is well with my soul 其中一節她說 平安有時如平靜 何環繞我 悲傷有時大風浪 不論何環境 我已被主引領 我心靈得安靈 得安靈 當Mrs. Spafford夫婦回到芝加哥之後 她又要求她的老友記 Philip Bliss 就把這首歌加上音樂 在1876年 12月最後一個星期五 Philip Bliss 就在過千人牧師的大會當中 自己獨唱介紹她這首歌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我心靈得安靈 同年 1876年 12月 Mr. Bliss和她太太 去Buffalo 紐約那裡探她媽媽 她就留下兩個小孩子 給她祖母來到看護 她們坐火車回去芝加哥 在正月一日 一連串的報道會 她倆坐一輛豪華的火車 從英國 和石頭來建造的 但是這道橋不能夠盛起這輛火車 那個橋就斷了火車所有的人員 全部跌在這些兵裡 全部都死了 Mr. and Mrs. Bliss 其中是死者在這裏 Mr. Bliss在26歲 他就寫了第一首歌 I will sing of my Redeemer 中文叫我救贖者 當Mr. Bliss的行李 因火車搞錯了 放到另外一輛火車那裡 七日後 這輛火車到達了芝加哥 他的朋友去將他的行李 拿出來的時候 一打開 發現一首新歌 在這個當中 Mr. Bliss就寫了 我要歌頌我救贖主 並他救贖我的旗愛 他在十字架上 受盡 受盡很多痛苦 要將我救贖出來 當我自己主動去製造和睦 就是人和神 人和人 人自己裏面有平安 你就是神的兒子 你就是做一些 好像神做一樣 你就說 我是被神使用的人 無論你今天 什麼事臨到你生命當中 你可不可以說 我心靈 特安靈 求主幫助我們 連續的人有福療 因為他們必無連續 連續是同一個感情 完全將你自己投入去別人的感受裡面 感受他的痛苦 感受他的悲哀 感受他的恐懼 一個連續的人 當你投入別人的感受的時候 你懂得怎麼去寬容 你懂得怎麼去體諒 懂得怎麼去接納神給我們很多很多的恩典 我們有沒有智慧 將這些恩典 曉得怎麼去服侍神 神給我們有兩隻手 一隻手用來去領受 一隻手去付出 去服侍別人 請大家低頭 為了結束的祈禱 慈悲的主 求你監察我們的心思 我們的意念 我們有哪裏是得罪了你 或者忽略了你的愛 求主憐憫 求主教導我們 如何在我們餘下生命裡 如何學習做一個連續的人 去認識別人的痛苦 去幫助他們 並且有機會向我們傳福音 主日當我們走出這個教會 外面的門口 那個就是我們的和場 有很多很多我們的華人 還沒有機會認識你 讓我們有志氣 有勇氣 有膽量 將這個福音傳我出去 好叫他們能夠認識你 求主幫助 求主憐憫 求主讓我們每天 都能夠 和神有一個密切的關係 以致我們一生一世 緊緊為主而活 討告討諾 奉主耶穌基督名 以及阿們 多謝大家願神祝福大家 多謝廖牧師 在我們當中帶出神的話語 容許我多說兩句 牧師 當年在我們教會裡傳福音 如果你在七幾年代後期 八零年代 如果在我們教會裡 你就會記得 我們有一些萬人空巷的事件 就是廖牧師 帶領CIBC做福音畫劇 有幾多人當時在這裡 對了 我見到Wilson 他曾經做過主角 好 那我們就唱一唱一首的詩 《我心靈得岸靈》 我們唱三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心灵 打安宁 我心灵 打安宁 打安宁 实弹水内沉 纵是烈水内冷 我有主报证 在我心 几多也清楚 我警方无人助 请为我流暴血 告诉我 我心灵 打安宁 我心灵 打安宁 打安宁 求主快在乐 时信心得适 我心灵 打安宁 打安宁 滑费将拳起 再煮刺 浩通声向益 我舅主再降临 愿绝来我心灵答案应 我心灵答案应 我心灵答案应答案应 林牧师 一个很简短的宣布和介绍 想特别告诉大家 我们有一个机会 我们当然有很多去和人分享 去连席人的机会 我们有福音小组 我们有星期六里面 有些补习 同中学生补习的班 我们以前都有英文班 是给我们的街坊 现在我们也有一个新的机会 有一个机会就是直接去到学校里面 去到同一班的小学生 来和他们分享福音的讯息 特别在我们鄰近有一间林肯小学 现在可以有一个机会 我们可以进到这个校园里面 我们是和这个义童报导团来合作 就可以去到学校里面 每一个星期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你可以和里面报名的小学生 来和他们讲福音 是藉着一些游戏 唱歌 和圣经的说话 来把福音介绍给他们 这个名字叫做 Good News Club 好消息的会 给这些十文仔 很明显 因为小学一定要用英文的 所以我们是需要 如果你有兴趣参与这份福音的话 来将福音带给一些十文仔的话 特别是小学生 我们有不同的对象 但是这次特别是社区里面 林肯小学里面的小学生的话 那你可以和我来到联络 或者和Hazel和Patrick 执事来到联络 如果你愿意每一个星期 是参与这一项 用英文来复视 将福音带给他们 我相信是一个 一个神给我们一个机会 那我将这件时间给你做宣布 我们有几样的宣布 第一样就是 鞋合事工 我们有760份礼物是收到的 如果你是自己送了出去 是不在这个760盒里面 请你告诉教会听 那你就email给教会就可以了 第二样就是 第二样就是 我们教会的通讯录 是这个directory 就是这几个礼拜 就在这个11点钟之前 崇拜之前 就是会派给你已经是 记录了在我们的通讯录的人 你可以收到一份的 那么我们中文青少年的 主日学和这个崇拜 实体的敬拜已经是开始了 那么就由六年班 至到十二年班的学生 就可以去的 那就在楼上三二零 三二零号房的 那么就与语堂呢 将会在十二月十日 还有十一号 下午两点钟至四点钟 但是主日那天呢 就是一点至两点半钟的时间呢 是有一个话语 是奉的讲座 以神的话去触动生命 那就由伦师学 牧师博士去讲解的 到时候请参加 好 最后我们是唱三一仲 我们请各位一同是起立 我们感谢神给我们的恩典 祝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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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 静止圣灵阿门 请各位仍然站立 一起看太阳基督 我们再次来感谢你 首先来连述我们 叫我们蒙连述之后 我们做一个连述人的人 将你连述我们的心 赐给我们 叫我们同样的有这样的怜悯 神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明求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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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